剛出生的寶寶一直到的 我覺得兩歲以前 都還算比較脆弱 所以徒手抱的問題 就像剛才家裡講的 它就是意外發生的時候 就很麻煩 對 以前就是抱不住的 沒有辦法抱住 瞬間的力道是300公斤以上 沒有人抱得住 然後小朋友就變成媽媽的安全氣囊 對 在前面 而且大部分我們抱寶寶的時候 我們自己吸安全帶 寶寶是 他寶寶這時候是沒有受保護 而且就剛剛講慣性定律 我們車子往前動 我們人整個動能 我們還是往前 所以像剛剛家裡姐有講 那個幾百 煞車 對 煞車的時候 其實我不用一個簡單的 比如說這樣講幾百公斤 可能大家就不了解 其實我們就是在汽車公司 他們都有做那個測試 差不多我們時速50的時候 就等於如果它經過撞擊 小朋友就等於成三層樓 頭部 著地 著地的那種傷害 對 那個傷害 因為那個公斤 可能我們不知道300 500 是怎麼樣的力道 加上因為我小朋友的 它的體型 它的結構 它不像我們 我們主持人士那個模特兒身材 可能就是九頭身材 四頭身材 對 可是小朋友是 他的頭占身體的比例 最大 對 它是四分之一 所以相信它的重量就很重 加上小朋友 它那個頭部有沒有 它的頸部的那些肌肉 它還沒有辦法去支撐它的頭部 所以你這樣經過這撞擊 大部分我們在醫院看到的 都是一些 它有一些血管會出血 或一些腦組織受到損傷 可能就會昏迷 或一些無息意識 會造成死亡 所以真的是很嚴重 所以撞擊的力量就是非常巨大 而且就算你真的勉強抓住它了 我相信在慌亂中的爸爸媽媽 會非常用力去捏小朋友 這個更危險 也就是說你就算勉強抓得住它 那你的手部可能會亂抓 亂捏 這時候小朋友承受的力道會更恐怖 因為你緊張嘛 肌肉的收縮 然後就把小朋友用受傷 所以絕對不可以說 這個安全帶跟安全器具是共用 就是你想像我們去坐雲霄飛車 兩個人綁一個安全器具 那是不可能 是覺得不行的 更何況車子它是連續的移動空間 它不只是一直在移動 甚至有時候你油門 煞車稍微用力一點 大力一點 小朋友就在後面又晃又撞 所以你要記得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根據小朋友的體型 來選擇一個對它最棒的 最保護性最好的一個器具來照顧它 像我就看過那種 媽媽自己當安全座椅有沒有 就覺得說好 我媽媽有一點點高度 然後小朋友抱在腿上 大概是兩歲多 三歲左右的小朋友 然後那個安全帶這樣繫上去 事實上那個高度還是不夠的 所以那個小朋友是那個 大概是勒到這邊的位子 然後其實他再往下做一點 就是勒到脖子 對 然後當一個煞車來的時候 他可能是被勒傷的 所以那個不要以為媽媽的腿 就是安全座椅 在歐美國家 像美國我的外甥女 他們的那個很有這樣的概念 一上去那個Baby不用講 就是媽媽把它綁好 安全帶也鎖好 跟安全座椅一起把它扣好 等到他自己會上 他所謂的自己安全座椅的時候 他一上去 把扣 然後如果你 而且美國教得很好 你如果沒有把這些袋子都綁好 爸爸開動車子他會大叫 我還沒有開 我安全帶還沒有弄好 安全帶沒有弄好 然後爸爸就不敢發動 因為學校老師都有教說 你一定要系上安全帶之後 爸爸才能開車 所以他會大好 然後說我的安全帶 就已經有這樣的觀念 給所有的開車用車人 台灣還沒有 台灣會推這樣的規定 是因為血淚時 是 所以沒有系安全帶 而產生的這種悲劇 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對 非常多 所以政府才會現在大力的實施 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對… 可是就是有些家長可能還是覺得說 反正僥倖的心態 那其實真的沒有辦法 不行 不行 沒有辦法去僥倖的 常常會看到的都是說 我偶依為之 我就是很麻煩 剛剛才把安全座椅拆掉 然後只是去買個菜而已 然後小朋友要跟 就是在那個 好像放鬆的那一剎那 就容易出狀況 就是說小朋友跟 然後他想說 反正小朋友坐後座 然後大概兩三歲 有一個案子 然後那個媽媽就開車去買菜 那一個大轉彎 小朋友就撞出去了 因為可能是路況不明 不曉得為什麼 然後那個小朋友的安全帶 其實沒有辦法上 上得更危險 就不要上安全帶 就出去了 一大轉彎小朋友就滾出去了 很多的 很多的危險都來自於覺得說 應該不會吧 應該可能 就是去買個菜 那買個菜 10分鐘就回來了 可能這個10分鐘 就是寶寶不見的時候 對 所以我們要確保 沒有任何一種這種 僥倖或意外會發生 我覺得對於比較小的小寶寶 因為他需要支撐力 然後需要保護 可是對於比較大的孩童 例如說他已經 四 五歲 五 六歲的 尤其是比較好動的孩子 就會很危險 因為他有時候在車上 他還會在後面 就是動來動去 然後如果後面有Tronk是空的話 可能還會跑來跑去 如果有這個安全座椅 先給它固定住 其實很多的這種意外 就不會發生 例如說我的小侄子 真的很好動 大概在中班的時候 爸爸在開車 他就動來動去 然後跑到Tronk就跑過去 結果一個緊急剎車 他就撞到前面 然後門牙就斷掉 對 我覺得門牙斷掉 踏腳墊的地方把它墊高 然後就變成一張床 然後出去旅行 就讓小朋友躺在上面 因為那個坐墊可能比較小 那小朋友四歲比較大 比較大一點 讓他睡得好 睡一點就整個床給他睡 可是這時候其實很危險的 他那時候是完全沒有任何警覺 跟知覺 如果他看得到 他可能會稍微扶一下 沒有 他這樣子的狀況 他那個爸爸一個緊急轉彎 或緊急剎車 他就整個也就是飛出去的狀況 所以讓小朋友睡在床 睡在那個後座上面 然後讓沒有綁任何 沒有任何安全座椅的狀況底下 其實非常非常危險 是 因為這也是血淚石 對 沒錯 所以我們要有這個 選擇適當的安全座椅 寶寶的年齡各有不同 我們知道手推車 有手推車 各個不同的場合所適用的 其實安全座椅也有不同的 年齡的孩子適合做的 那我們現在就要請三位貴賓 跟我們觀眾朋友一起來看看 到底我們的這個安全座椅 要怎麼來挑選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我們法律有規定一個 例外的狀況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在必要的照顧的時候 包含哺乳 甚至換一個尿